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被市场炒翻天了 而Cosmo也是刚上市不久的新股 不过它在一波调整后 周五突破盘整阻力0.54上攻 看到有潜能摆脱盘整形态向上爆发 所以这个Cosmo会不会形成标股呢? 而目前技术上要该怎么看呢? 好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Cosmo它是在ACMarket Industry Service 然后它是一间综合水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 它在周五的时候起4分前 收盘在0.55 Cosmo这个股 我们也是有在我们的群组追踪分析 不过这个不是扩购或者扩销 只是我们来分享它目前的走势和形态而已 而当时在1月12号的时候 当时Cosmo它是处于在这个区间盘整 只是小幅波动 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交易机会 只是适合短线交易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交易策略 在这里屏蔽 不方便公开 不过我们如果说 如果股价要突破这个0.54的阻力 才会比较稳定 然后在1月19号的时候 它继续在这里盘整 而当时我们看到MACD也即将警察 所以如果股价能突破上去 那么它可能会继续盘整 但是它不要向下跌破这个低点的这个0.47 不然趋势而反转下去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而每个交易乐的潜能 14股计市场机会 而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实战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而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而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乐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14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好我们来看它周五的技术图 它上市的时候 跳空起不过之后回调了一波 然后又再上涨了一波 不过近期它上到这个0.75的高点后 逐渐的调整回来 然后在这个0.47 及在这个0.54的区间 盘整了一段的时间 不过它在周五的时候 一根阳线这个青色的蜡烛 就是阳线突破了阻力 然后它的成交量有提高一点 所以目前0.54突破后 它就转为支撑 然后低点是在0.47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它能不能继续 上攻到更高点 而这个红色的圈圈是parabolic 如果它在上攻高一点 那么它的这个下降的parabolic 就会转回在下方 所以也就是说下降的四头 已经被多方攻回上去 而目前这个MACD也是即将进差 所以目前这个cosmo 看来是有潜力继续上攻到更高点的 只要它不要跌回下来这个0.54 或者如果跌跌也不要紧 但是不要跌破这个它的低点0.47 然后可能会震荡 然后不过目前它向上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下一个它要挑战的是这个主力0.61 然后再上去是这个第二主力0.66 当然如果它能破这个高点0.75 那么它就可以展开另一波的上升趋势 上攻到更高点 不过这个目前还是比较远 所以我们现在短期是看能不能挑战这个主力0.6 所以综合MACD指标及这个它的形态来看 目前这个股cosmos有机会继续上攻到更高点 所以个人短期是看好这个股的 以上案例是仅供参考没有买卖建议 如果你有意见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或者Facebook page留言交流 和我们的频道是分享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忙like share 还有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还会分析更多的技术分析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